切出来的蔬菜是较长的段 所以通过调节不同的旋转刀和输送机速度 就可以得到您需要的效果 切削完毕,请按切菜停止按钮 准备就绪后,按下球根启动按钮 把清洗干净的球根类食材放入大料口内 您在使用过程中,可以按球根类食材的大小分别放入大小料口 经过切削,我们可以看到大小均匀成丝状的球根类食材 切削完毕后,按下球根启动按钮 把清洗干净的球根类食材放入大料口内 您在使用过程中,可以按球根类食材的大小分别放入大小料口 经过切削,我们可以看到 绪后,按下球根启动按钮 把清洗干净的球根类食材放入大料口内 您在使用过程中,可以按球根类食材的大小分别放入大小料口 经过切削,您可以看到大小均匀